有点匪夷所思 因为这种隐瞒 其实最煎熬的是你 你在得知自己的妻子 零散前已经患了白血病 你崩溃了吗 当时在医生办公室 医生告诉我 你爱人得白血病的时候 我都 当时就站起来了 医生跟我说 就是你爱人 现在马上必须结束这离奇 必须马上说说 因为孩子在他的肚子里 就是一颗电子炸弹 随随都会爆炸 因为他怕出血嘛 血小板极低 如果一旦出血 我还大人孩子都保不住 所以说现在马上手术 孩子暂时是安全的 一刀就拿出来了 检查检查 如果没感染癌细胞的话 孩子是安全的 但是大人基本上是保不住的 他说我并不是吓唬你 你想一想 当时炸掉瓶的一个小汁 拔掉之后都会喷起来 这么高像喷悬似的 血在往处喷 他说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抛工餐 嘎一刀 嘎子宫 你感觉你爱人 你太太的命 还能活吗 当时说完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儿 我就在想 那怎么可能是白血病 我们高兴下来生孩子 怎么会得白血病 当时我就一直在那儿 我就不相信 后来医生把那个化验蛋 都放在那儿了 我多多少少 肥大腺血吧 也明白点那个化验蛋 那指标 我一瞅 确实很吓人 血管低的不能再低 只剩几千了 正常人 十万到三十万 基本上已经没有 凝血功能了 医生说 第一关 就是闯这个手术室 如果你爱人 在手术室上下来的话 我们再去考虑 下一步的事 但是首先 你需要的是钱 如果手术室下来的话 你得准备一百万 治他的白血病 也许他只能活半年 我停完之后 我在办公室坐了很久 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就感觉这是咋的了 我来伤孩子来了 怎么突然突然就这样了 我坐了很长时间 我才出去 当时真崩溃了